地区有一名退役的营长 他退役之后因为投资失利欠下了不少钱 而为了还债居然动了抢劫的歪念头 他为了不让别人把他的面口给认出来 是把自己包的密不透风 甚至还用传纸条的方式来通知店家说他要行抢 监视器画面中清楚显示 这名男子将自己包的密不透风 不发一语 频频匕首画脚 原来为了不让别人认出 男子竟然使用传纸条的方式告知店家抢劫 激动的不肯露面似乎相当害怕曝光 原来这名男子过去在军中是一名营长 退役之后却因为投资股票失利欠下了大笔巨款 为了还债 情急之下竟锁定了宜兰当地的汽车旅馆 动了抢劫的念头 把全身包的密不透风就怕被认出 为了不让别人听出他的声音 男子抢劫时还故意不开口说话 而是用传纸条的方式告诉店家他要抢劫 当初是持刀 然后他有写一张纸条上面写 上面大概列表是写说我就需要20万元 只要给20万元我就不伤害你 不然我不负责任 就类似这样的话语 第一家旅馆顺利到手8000元 男子原本打算以同样的方式再度抢劫 但却遭激起店家抢先一步报警 为了还债冒险行抢 警方虽然对他的状况感到相当同情 但最后还是以抢劫罪 将退役营长移送法犯 中天新闻林毅生气云 云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